郭文貴議員 郭文貴議員 報告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司法及法治組織執行 請林委員長左執行 巡查時間為十五分鐘 郭文貴議員 請委員長 委員長請 委員長 委員長你好 文貴議員 最大聲要跟你討論國家政策化的事情 當然我相信委員長也知道國家政策化 其實是我一直有一個很關心的議題 其實這說起來 他大概有兩個贊助的原因 最主要是要改革過去這個委員時代 當國老下來的這種大中國議席的政策 還有這些部門 所以說會造成第一方面 當然是說他的異省開設 不符合台灣現狀的部分 這是異省的贊助 另外這方面就是跟台灣跟中國 人做會 所以說 讓台灣沒辦法成為一個政策 有尊嚴的國家 所以說 這第二的贊助是尊嚴 讓台灣成為台灣 所以說這很多 不是說只有這台 我們過去很多的民主前輩 包括委員長 包括齋祖 我們很多前輩 都在推薦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那 公益的基幹 大家比較接著討論 是號召 還有這個 華航這些部分 我在這裡就不再重複 這也很重要 我也相信 政府部門也都聽到我們的聲音 也會去研究 在這裡我想要跟委員長來討論 是這個 部門的 政府部門的改革 一些政策的事情 我們說起來 上一次其實就完成一些 包括說 這個行政院 蒙古世宗 委員會 緩讀了 上一次的時候 台灣省政府的議程 歸零 上一次就沒有省政府 所以說 其實這 這不是說我們在這裡直選 也是行政院有担当 我們這裡有辦法 都可以一步一步 推薦一些 這個 國家政策的工作 所以說在這裡 當然我相信 現在這個基幹 很重要 但是未來這四年 不知道說 這個委員長 你會覺得說 有什麼 我們的這個行政機關 可能要有這些工作 可以來這個 精力 可以來推薦 感謝委員 做一個台灣人 很希望台灣在世界 可以跟世界所有的國家一樣 平基平支 我們出去 可以用我們的名字 跟世界跟別人 這 有歷史的因素 也有政治的現實 當然說 氣壁比較騎骨人 台灣人 兩千三百萬 如果可以在這個土地 騎骨 騎骨 我相信 有一天 全世界 會看到台灣人 真的是一個 世界最大的愛好平 最大的認真 會奉獻的人 這次 雖然在奉獄 但現在他們在奉獻的時候 世界 都看台灣 是一個奉獻 做得最好的國家 在這裡 你看 所有的國家 在感謝 台灣 都是跟他說台灣 都不會說百種名 所以 相信 台灣 如果騎骨 騎骨 我會去 人家會知道 我們不就是台灣 是 議長 其實有的是 行政贊助的 我們可以來拚 這次的奉獻 我們也都看到 整個台灣人 我們的共識 很清楚 不要跟中國 這個南作會 但是其實 除了我剛才說 我們上一次已經處理的 夢中委員會 台灣省政府 以外 現在其實我 有一個例 也是希望未來 行政員可以去整理 一個 是這個 教委會 教委會 可能一定沒有了解 教委會 他用 含有全世界的發展 為目標 這就正在說什麼 他有一個 規定 是說 外國人 他只能證明 他的原生的國籍 是China 他就可以來 申請做 我們的 教民 就可以申請 台灣的教民 這就是很奇怪 因為他的原生 也有可能 他的原生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他到另外一個 國家 移民之後 但是有 這個主名 他過去是China 這樣 所以他還可以申請說 我們的教民 我覺得這就是 南作會 另外就是教委會 以前 也不是以前 現在還有一些國家 也這樣 我們這些教姓 要來 臺灣 我們要叫他 先去證明說 他本人 要是他的祖公 過去的國籍 是China 就可以來做 台灣的教姓 這就是把台灣 跟中國 都南作會 的一個總控 所以說 這就是過去 留下來 教委會 他過去立書的背景 所以說 會背很多這種 規定 我是一直 他希望說 這些都是 可以讓我們去改革 另外就是 英明英館 基金會 他生日 這個總製 是說 要處理 一九九三年進政 那些農民伯伯 他過心 之後 這個 中國的這些 親家 要來 計算 這個 遺産 的問題 過去因為沒有開放 中國跟台灣 我們時間沒有來往 所以說 怕連路 沒有交通 找不到他的親家 來計算 所以說 都沒有犯罪 完全沒有犯罪 半世紀之後 再來台灣 到現在 到現在 還可以來申請 都已經有的過心 半世紀以上 可以再來申請 這個 完全不用照 我們 如果外國人 要來 架成台灣人的遺産 你就要 有這個 既然以外 還要 兩個國家 有兵頂 負負負 我們都不用 對中國 尤其1993年 近前 貴薪的這些 民伯伯是不用的 所以我說 這就是 跟外國人 跟本國人 跟中國跟台灣 都含合作為 其實還有一些這些 大大小小的這些 工作 都是讓台灣的 現在讓我們一些 醫生 一些政策 在推薦的時候 不是 符合台灣 現在的 現狀 還是 跟中國人作為的狀況 這個部分 我願望 說行政員可以在這裡 打營 就是當然現在 防疫 危險 但是 接下來 有時間 應該就可以 這個經理 來去請點 說還有哪一些 我們可以 再來處理一下 這四年 可以來去調整一下 是不是可以請議長 給我這個答案 那這 我是想說 跟委員 參考一下 這分兩邊 說 兩部分 第一個 就是你說的 教委會 其實 台灣 正在 外國 最多是 美國 如果 我們說 老狗跟 台狗 如果那個老狗 他還要輕 抵抵我們的國旗 他還要輕 認同我們台灣 這實在是很難的 差不多 很多 照料 有的看 變成這樣 或是感情的因素 他就都 向中國 那不用說了 但 他還要輕 抓我們這支 國旗 輕 就不同台灣 這實在是很難的 我們應該要輕定 這樣的人 不要說 因為他都 很像是中國 甚至是 他都不來過台灣 他 我們都沒有接受 就一定要 土生土長 這麼大人 這我同意 不要 像我們 伊蘭 那個新婦 一直打完60年 救台灣人 那證明說 拜託台灣人 如果救他的高雄 台灣人 幾天一天 關一關 就是說 吃人一歲 輕人一島 所以 我的意思說 親同台灣 輕到我們做的拼 這我們都很感謝 這都台灣人 其中是 你剛才的 英明 他不知道什麼親情 都沒有運動 台灣 還沒對 不過 他一個什麼大 要來領 我們的 八成的費額子 那這一點 要比較嚴格 這我贊成 好 這個部門 我其實是 咕嚕而已 我願望 整個政府裡面 再請點一下 看說 有整個部門 還有跟中國南作會 第二 要跟議長來討論 是專行政議的工作 專行政議 當然我 也很堅定 現在議長 其實有選手說 你有選手說 我們要延長 當然這個延長 很重要 因為我 其實這個 最專會最重要的 是 這個要有 申請一個報告 不是說 這個 人旗 告知之後 他就關閉就沒事了 其實是 那個報告 要讓整個政府 都可以去 辭職 專行政議的工作 那是最重要 那是 其實是 出專會 任期告期之後 整個政府的 專行政議的工作 還要開始而已 所以說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可以延期 還有很多工作 準備之後 比較久轉 我覺得這是對的 但是有一個部分 是 比較有的人 在說專行政議的事情 我願望 議長一定要到三天 因為我知道 出專會在 行政議裡面 是一個小部門 現在要叫其他部門 就叫不上班 如果說 比較沒人關心 就 沒辦法 找到主委 就是說 這個 其實就是 這個 這個 教育這些 這些人的創傷 來把他們療養的事情 因為其實 我們在台灣 這些政治 超過一萬人 如果家鄉 他們的家鄉 他們的偽造 其實很多人 這些人 很多人都已經 三生 這個 這個 創傷 需要的人 去照顧 有的案件 是說 他看到 他們的老婆 一開始 他年輕的時候 他就 動作沒有事情 這樣 也是一樣 這樣生活 但是到現在 年會大的時候 他常常說 要逃亡 最後 現在處理的方式 是把他送去精神病 用一般的精神病 去治療 也有的人 有其他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心情 包括這個 新的 這個 創傷都有 但是現在都是用一般的精神病 去幫他們 這個治療 療養 其實有的時候 這是惡度傷害 如果其他的國家來看 其實帝國有這個 Conference on Jewish Material Claims against Germany 法國也有相關的機構 英國也有 連韓國也有 就是 尖對政治受難者 他們的這個創傷 要有一個專業的療養的機構 這是台灣的專業政治比較沒有在說 但是我認為 這個很重要 我們不能說 我們這些事大 這些中培 過去為台灣的民主在奉獻的時候 現在 我們想辦法 要把他補充 但是他 過去的創傷 發作的時候 就把他送去精神病院 沒有一個專業的療養 我願望說 這個部分是不是 因爭在這裡 可以支持 小專會 來去做這種計劃 當然不是說 未來是小專會 自己去主持這個事 一定有看部門的協助 包括為好部 但是這個看部門的這種協調 是不是 嚴重可以到三天 委員說這點非常重要 台灣今天可以走到這裡 其實就是 建制勇敢堅定的前輩 當年在那個 不公不義 別色恐怖 甚至是 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 用政治 安歷國家 北京來去八成 會那個時代人 跟建強 騎起來 才有今天我們可以騎在這裡 所以就這點 你所說的 這很有道理 這不應該把他當作 他是什麼精神病 有的人 他是 在那個 東尼比 撒海 那個營養 特別可以過去 這應該不但要尊敬 還要特別照顧 這我是不是 讓主委 來幫你報告一下 是 謝謝 委員你好 在這個小專會 在做政治暴力 創傷 這個董事人 和他的家俗 這種協助的這個部分 我們主要是做四個部分 目前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有 背影背影 有十九個協助的工作者 因為這個要看靈力 他不是只是 心理創傷 心理諮商 他必須要說有法律 有社會福利社工的 頂頂的跨領域 第二 就是我們有 試行療癒的一個計畫 包含 心理治療 和藝術治療 第三 就是我們有做 創傷療癒需求的訪問 我們目前是 接著二十九個家庭 有收到二十九個家庭 他有需要 有三十四個人 我們接著他個人的生命數 和家庭數 所以這是很親密的訪問 雖然說 少量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項都很親密 這對未來 做 我們要計畫一個 比較完整的 政治暴力 創傷療癒的 這個機制 已經有幫助了 最後就是我們有做一個 推薦的工廠 就是打一些貼皮來做推薦 如果說到未來要怎麼去計畫 他包含三個 需要的方便 第一個就是他要個案中心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特不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是個案中心 第二個是在地化和可疑性 因為你不能叫他 常常從台東走到台北 所以要有在地化 可以可疑性 第三就是要看領域的專業照顧 所以在這三項的這個條件裡面 未來是不是說專責機構 或是不是說其他的機構 要來動作來推薦 不然出專會剛才在評估和規劃當中 這樣就麻煩議長要做出專會的這個扣刷 可以來看檔門來協調 委員 你剛才這樣說 你如果看這支影集 那支影集 Equalizer 2 那支影集 你看看 那在療養的那個老船師 常在說一個故事 人們都跟他當作笑的 還是跟他當作亂說的 但最好證明的是真的 所以有很多東西 其實如果沒有走過那個完翁 那個艱苦 不知道那個辛苦 那我剛好 在台灣 在那個白色 概念的時代 我們就後來 聽過 所以 尤其特別對這些全培 的犧牲 我一定用最大的關心 那 任主委 他在這方面 很專業 而且很認真 我相信 他在這方面 委員 你如果覺得對待 應該做 做比較不夠 或是應該比較加強 請你資格 我們一定真的來做 我相信 議長這樣 掛保證 我相信可以 尤其是看部門的這個工作 我剛才說 維護保 不常就是不一樣的 這個地方的便宜 地方政府來 到三天 頂頂 這真的要需要行政員 到三天 到出力 這拜託議長 主委 也要繼續教育 謝謝 謝謝 謝謝林委員 報告委員會 司法及法治組織執行 已尋檔完畢 休息五分鐘後 休息之後 進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組的執行 現在休息 請大和 cooper 請客 請願 進行社會 請大家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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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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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我們的蘇院長 辛苦了 謝謝蘇院長 蘇院長 請問 要感謝所有行政團隊 所有防疫團隊對台灣疫情溫出 我願意願意保有健康和自由的政策成法 我願意願意看到台灣的生理 謝謝 感謝 我願意在英國的保障 我願意受到私親 因為這次疫情還看不到終點 所以行政團隊 以至於台灣每一位國民同胞 都要繼續保持戒慎恐懼的心情 要嚴肅以對嚴峻的武漢肺炎 那在這個防疫抗疫的期間 本席作為客家族群的代表 要特別感謝我們行政院 還有我們這個部長 在這個危急患難之中 沒有忘記我們客家族群的存在 那不僅僅陳部長 特別在我們國人同胞每日 矚目的疫情說明記者會 特別有邀請我們客家的記者 用流利的客語說明 我們防疫的措施成為我們一大亮點 現在我們行政團隊的努力下 我們也看到這個台灣 許多的主流媒體 這個頻道中也陸陸續續 有在做客家級的專業醫療的人員 以及政務委員我們唐鳳委員 也利用鄉親熟悉的客語在宣導 各項的防疫措施 本身審議 我們對客家族群的代表 各府議員 希望公開我們客家族群的聲音 不要照樣拜 按衝藥的防疫 的期間來收視 利用我們香港的宣傳 和防疫 不單單非常親切 香港對我們客家出現 尤其那些嚴重的狀態 去討論 又了解我們所有的防疫的熟悉 正經請感謝 你們幾十年 航政團隊對 要拜個用心而努力 先謝謝我們 我們院長以及我們行政團隊 委員沒有 不是告訴你 航政團隊英國做很多事情 委員多多宣傳 好 那現在我們衛福部 今天是我們正次 今天衛福部沒有 因為不是衛福部的 喔喔喔 我們次長 因為部長在這個防疫的說明 對 好我請教一下我們次長 那院長 你要不要先請回座休息一下 好 因為我們看到一個問題 從歐美或其他國家 反國的民眾 從這個三月初開始 確診人數 往上衝的最大原因 同列為三級疫區 為什麼從歐美反國的民眾 不需要這個集中隔離 那日前我們看到案三五六六 在居家隔離的時候 傳染給這個三四三案 以及三六五案 很明顯的可能是傳給自己同住的家人 那造成本本土的案例擴散 而且我們很難百分之百要求說 你這個民眾都確實做好隔離 請問我們正次喔 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有調整的空間 跟委員說明喔 從三月十九號開始 我們所有入境的人都要 就是要開始進行居家檢疫十四天嘛 那十九號開始呢 所有歐美跟入境我們會採取一些措施 就是要他能夠有症狀的呢 在三月三號到三月十四號 有症狀的就先採檢 那主要的問題是在於 剛開始實施的時候人數相當的多 那另外一點是 我們如果針對有症狀 然後有發燒的先進行去做採檢 那其他的呢 其實你這一次採的是陰性 也不表示他是陰性 因為他可能剛感染 或者症狀還沒出來 所以最後採檢的方式是以我們目前 不管是檢驗能量 或者是集中檢驗的空間也好 多方面去考量跟專家會議討論出來以後 就先針對有症狀的人呢 才做 後來改成集中檢疫的一個 就有症狀的人才先這樣子處理 而不是全面性的 真的是很危險啦 因為確實有本土案例這樣產生 那我另外一個問題 從紐約反國的那個C1011個班機 目前已經有十一位確診 那三百二十六人居家隔離中 如果不是在紐約當地受到感染的話 或者他就是表示在機殘內的密閉空間 遭受到感染 這個機率相當高 那因為像目前機組人員 是不受十四天的隔離限制 所以我們會懷疑說 有許多人可能沒有症狀感染 那這樣怎麼樣避免機組人員 可能會確診 而且傳染給別人的風險 跟委員說明 我們在指揮中心曾經 就這方面進行相關會議的討論 那除了一些提供機組人員 包括他的一些隔離衣 還有包括手套 還有他的甚至有護目的這個面罩 那另外最主要口罩當然是一定有提供 目前是有加強到這樣給 而且配給 就交通部那邊配給各的航空公司 去做他們航班服務人員的一些保護 不過不應該把這個管理的責任 交給航空公司來自行認定 因為目前航班大幅已經減少 應該不至於造成人力調配上的不足 所以我想這個還是要做事實的調整 當然我們不是說把責任交給他 我們是要有跟他們一起討論 同時要請專家會議 就整個物資還有整個在感染控制 避免接觸方面做最後的一個確定 那同時在飛機上 如果是旅客的部分呢 他在公餐的時候 大概每個人最好都戴 已經都戴口罩了 那用餐的時候 最好一個戴口罩 一個先用餐 不要兩個同時都口罩拿下來一起用餐 類似這樣的事情 不但保護客人 也保護這些工夫人員 好 我想就評估一下 這個有時候真的叫危機似伏 好 謝謝我們正式 那我們請我們勞動部 我們的許部長 謝謝 謝謝 委員好 部長好 我以前曾經在桃園市政府 現政府時代擔任過勞動局長 大概五、六年 所以勞動的業務 想要跟我們部長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今年碰到全球第一次這麼大的疫情 不管是企業 不管是人民 都受到很大的震撼 蘇院長在我們發表 我們紓困政行條例的時候 我想這個方案一定是 希望能夠雨露均沾 我想這個很好 我一直覺得要怎麼樣讓大多數受損害的 或者受困擾的這些民眾 也可以得到一些的補貼或補助 我想這次這個方案看得到 預算從本來的六百億 提高到一兆五百億 這個誠意十足 而且是相當有為的政府才願意這樣一直加碼 那我現在看到的就是 當然以前有人說看得到吃不到 這樣我們是看得到拿得到 紓困政行要讓勞工安穩也安心 那其實當理財好的人應該還可以慢慢可以度過 那怕理財不好的捉襟見肘 碰到這種工作失業的情況下 可能他還有循環利息 讓他沒有辦法喘息 那我們看到這個紓困勞工呢 是叫做救急不能救窮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我們現在針對加入職業工會 兩萬四這個保險這個額度的 是由補貼 比如說一個月一萬 那個三個月 像這種情形我們是有一點點小懷疑 就是 針對這個 自營業者 是不是所有的職業工會都可以比照辦理 就是說 我只要是職業工會 我的額度是兩萬四的保險額 那我沒有頂過其他保險 我就可以每個月領到一萬塊 頂三個月 那我的看法是 要雨露均沾 像這種情形加入職業保險的 未必是他就是自營業者 有的當然孩子在小型的工廠 有兩三個人的 像這種情形我是覺得 是不是都要補助一萬 我認為說 如果他有需要 是不是就給他做這個紓困 低利貸款 我是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低利貸款 我認為說 第一年如果無息 我其實認為 其實都要有息 不然不借還不借 任何人都來借 我認為說三年都給他低利 低一點 其實算起來是跟我們政府補貼的額度是差不多的 我想這也是可以考量 我想部長可以考慮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針對職業公會 就像剛剛委員所講的 我們大概已經針對了65%的職業公會的勞工 因為他大部分是無一定雇主跟自營作業者 那篩檢以後包括排富之後 其實大概可以幫忙100萬的職業勞工 那其實也考慮到說 那有些部分可能勞工除了補助以外 那可能有些沒有補助到 他可能也有經濟上的一個需要幫忙的 所以我們這次在紓困2.0裡面 也有爭取了 就是由政府來補貼第一年的利息 然後那個貸款期限是三年 那每名勞工可以貸款10萬的勞工紓困貸款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預計 可以幫助50萬民的勞工 或他有這樣的一個貸款的需求的話 他就可以來參與這個申請 這個我們再來詳細切磋一下 另外針對這個充電再出發的這個計畫 我是覺得還是有點問題 因為每年碰到 每次碰到這個 比如說金融風暴啦 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我們都用這個訓練代替補助 那這個補助有點特殊情況是說 因為在這種特殊情況 那現實的就是收入不足嘛 那如果每次上課都領不到兩萬塊 那而且這些民眾是沒有心情上課 因為比如說我的貸款 我大概三萬我都不夠 甚至在上課是還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你還要上三個月的課程 我是覺得這個有點有失考慮啦 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你還是給他信用貸款 好信用貸款 我是覺得比較妥當一點 包括委員 那個我們現在充電再出發 如果他來參加職訊 其實是可以有線上課程 不一定是要群聚上課 我沒有開發線上課程 那一方面是說 其實充電再出發 基本上他還是要 雇主還是要給基本工資 那如果再加上我們 給他的這個職訊積貼 每小時158元 那像這一次我是特別把 他可以參加的時數 從100小時增加到120小時 那其實對他來講 對我們的勞工來講 那一方面參加上課 另一方面職訊積貼 就是可以改善 就維持他一定的薪資水準 這樣我瞭解 另外我想要討論的就是 我們勞動法令 很多廠商出示違規的時候 馬上就給他處分 你看有的才2萬以上 這個是輕微的 然後我們看到情節輕微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給他一個改善的機會 所以是不是請部長 讓我們同仁去檢討一下 有些輕微的情節的 是讓他能夠先有改善的空間 再來做處分 那我想廠商 常常拿到處分書的時候很生氣 他們說我們繳稅繳得要命 你們一直共同處分 那我們再下一個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外籍移工的部分 那外籍移工啊 我們看到常常就是廠住沒有分開來 這一部分 那部長有什麼樣的看法 報告委員 廠住分離這件事情 因為依照目前經濟部的法規 您好 這是工程 謝謝團委員 接下來請李貴敏委員質詢 選檔時間15分鐘 主席好 麻煩請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好 蘇院你好 辛苦了 本席在今天質詢之前 想提醒院長 就從本席3月24號質詢之後 提出來五個問題 其中關於經濟預測目標的部分 謝謝院長聽進去了 所以我們在上次回答之後 雖然兩天之後這個數據差異很大 但是畢竟是回答了 但院長我要跟您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除了五個問題裡面 除了這個經濟目標之外 還有四個問題還沒有回答 所以這個部分能不能拜託 這個院長能夠敦促所屬 能夠儘速把總質詢的問題 應該不是只有提問題 應該是可以回答 這部分再拜託院長 可以嗎 好 委員如果有各方面的指教 那我們沒有來得及答詢的 我們都會用書面給委員做說明 是 謝謝院長的承諾 那麼我們也很期待 能夠儘速拿到這個資料 為什麼會在今天的質詢 會再提到這個沒有回答的問題 因為基本上來講 現在的紓困其實非常重要 那這個裡面的四個問題 其實會牽涉到後面的布局 所以這個四個問題呢 如果院長可以請所屬 或是行政單位的一個指導 所以他們在發函 就是說公司在詢問 或者明天在詢問勞工的時候呢 都會詢問這個問題 可是問題是說 學校詢問出來 家庭裡面的小孩跟企業界 詢問出來的大人跟小孩之間的答案不一樣 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請教就是說 那這樣子怎麼樣子做後續的判斷的情形 院長您認為呢 我們就是把防疫如同作戰 怎麼樣能夠拿到最正確的資料 所以一方面希望能夠藉由訪查 一方面在學校孩子們也剛好學校老師 有這樣的機會透過這樣能夠了解 那提醒來相關後續作為 希望不要有防疫破口 謝謝院長 所以如果我理解你正確的話 比如說同一個家庭 家長其實帶著小孩 到了這個十一個景點 但家長因為了解這個後果 所以家長沒有很正確的表明的時候 如果學校的小孩他有表明說去過這個景點的話 那麼你們在勾擊的過程當中會以這個小孩 因為小孩比較天真無邪嘛 所以你會以這個勾擊的一個結果 來作為你防疫的一個措施是不是 那請 各位說明 當然小孩子 我所提的是說 大人都沒有講小孩子舉手講了一半那件事情 那如果小孩子說了老師就知道他有去 當然他可能在家長的聯絡 就會通知家長 是不是也會通知家長所服務的一個單位是不是 好 謝謝您 謝謝您 那我下一個問題 院長可能這個院長會比較合適回答 因為院長是法律人 對於這個憲法保障隱私權也非常 市長請留步 因為後面都是衛福部的問題 謝謝您 那個院長是法律人 所以我要請教的說 在現在其實對於隱私權跟防疫的部分 的這個彼此之間的分界點 其實民眾有很大的疑慮 民眾並不是講說這個有緊急必要或者公共利益的情況之下不需要 民眾擔心的是說行政單位在執行的時候呢 會不會每一個人心中有一把尺 也就是說主管機關在講的時候呢 然後執行的單位呢他心中有另外一把尺 所以他做的程度是不一樣 也因為心中各有一把尺 執行出來的結果呢就侵害到民眾的這個隱私權 所以院長以您作為一個法律人的一個角度 對於這個手機或者行動裝飾監控的這個情形呢 這個分野在哪裡您的意見 我們沒有說要監控民眾 而是對於疫情的掌握 希望能夠盡量做到不要有防疫的破口 而對於民眾也沒有說有輕患隱私的作為 不過我們對於防疫總是希望能夠做到不要有防疫漏洞 但是院長您注意到我剛剛前面提到就是說 每個人心中各有一把尺啦 他自己衡量的標準不一樣 就像前兩年的時候洗錢房治的時候 經管會他雖然講說你要know your customer 但是呢碰到了銀行在實際上面落實的時候呢 銀行的行員呢他的做法呢是比檢方比院方還更嚴格 你要混一個錢的時候他不但問你資金的來源 他還要你提出來 如果說你這個是供應商的錢 你還要提出來相關的發票等等 這個就是我講的說 執行單位以及主管機關呢 雖然講出來的一個話都是講必要 但是每個人心中對於必要的感覺標準不一樣 所以在執行的時候呢 會不會有因為這些個人的主觀的感覺不一樣 導致說雖然原來法定的規定是一個美意為了防疫 但實際上面執行的時候呢 卻反而變成超過了那個界限 然後去這個侵害到民眾的隱私 確實在洗錢房子的時候要求希望了解你的客戶 但也許做得過頭 那我也碰過這樣的情形在我一上任的時候 就要求銀行在客戶這個錢 還問他今天你這個錢哪裡來什麼什麼 弄得驗聲在道 所以我也成就這一個點 要求金管會跟財政部這個不能做超過 那目前為止我們在防疫的作為上 並沒有民眾說我們做得超過 那總是民眾也希望政府千萬不要有破口 所以我們拿捏這個也很小心 最主要還是防疫希望能做到嚴密 但不是在侵犯個人隱私 當然在執行上我們也會請執行的單位 千萬不要一人一把子做得過頭 謝謝 謝謝院長今天的承諾 那院長是不是再補一點點的時間呢 講說是不是院長也可以同時確認 將來在防疫期間過了之後的退場機制 民眾的個資呢 不會被作為其他的用途使用 也能夠確實的刪除 不是只有在前台 也包括後台 院長今天可以給這樣的一個承諾嗎 這是應該的 好 特別謝謝院長 好 我們就進到今天的主題呢 我上面都已經標明了是哪一個部會 所以拜託那個部會的主管 就直接上來輔佐這個院長 我就不再特別請了 第一個呢 院長 我們提到的超前的部署 我們提到超前部署 那我們看一看呢 對於防疫的這個部分呢 醫療的用品跟措施 口罩的部分呢 其實行政單位 就像我今天早上的國事論壇的時候 也提到了 我們其實台灣呢 從疫情發生到現在為止已經幾個月了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改善 有 特別也謝謝這個口罩國家隊 但問題是說到今天為止啊 我們台灣的人民還沒有能夠拿到一天一個口罩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在參與國際 就是說口罩外交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在算的時候 也應該先把台灣的人民照顧好之後 行有餘力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做口罩外交 院長 這個是這樣子算 怎麼樣才叫做夠 什麼樣才叫做最好 比如那天有人說一定要一天一片 那我們陳時中部長說一天兩片更好 所以這個我們在國家照對於口罩在產能增加後 我們也盡量增加 所以才從七天三片跳成為十四天九片 這是盡量做到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把行有餘力 而且國外有很多國家 確實連醫療人員也沒有口罩 所以我們也對於相關需要口罩的國家給予幫助 也獲得很大的肯定讚賞 所以我們對於口罩一定是最重要的物資 很謹慎的使用 是院長 但是我要提醒的 就下一頁 我要提醒的是說 那個全民 那我們問說全民一天一片口罩 這個到底是什麼時候可以達成 然後第二個我再提醒院長 可能您的部會首長 不知道有沒有跟您報告清楚 因為我們上次在舉行這個 司法法治委員會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我們在參訪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原來司法院 司法院他能夠拿到的口罩 他的取得的比例 他要求的九千九百八十幾片 可是他真的能夠拿到的比例 是差不多只有十%多 所以這個落差有將近90%的 那試想法院的法官還有法院的相關的人員在開庭的時候 他是第一線碰到民眾的 這個風險也容易形成 院長你剛才特意強調說不要有防疫的破口 所以對於司法院還有這個第一線的人員接觸民眾第一線的人員的這個口罩的需求 還不是講一天一片喔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能不能夠補足 因為如果他沒有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都知道法官的工作量是相當大的 你叫他在排隊在藥局旁邊排隊買這些口罩 幾乎上面來講是不可行 那他是不是一片口罩呢 是用了七天 只是看起來有口罩 但實際上面沒有口罩的作用 這個部分能不能拜託幫忙一下 讓第一線的人第一線的人優先把他需要的口罩量給他們 可以嗎 第一線的人應該要優先給他 這個我們在座位上是這樣的 我請委員會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們在指揮中心固定一個禮拜開兩次的會議 剛剛您這上面所有的這個代表都有在裡頭 那只要他們 司法院他講說 司法院講的 他可以透過法務部那邊 只要有需求我們其實在公部門的部分 司法院跟法務部是兩個不同的單位 所以透過同樣的管道 包括警銷 還有各地方政府都有參加我們的會議 是 但是他參加了會議 他的需求 你只給他十幾% 他有提出我們都會給 這個是一個承諾嗎 因為在今天之前他們沒有 但是院長 今天您在了 所以今天是不是次長提的這個部分 他們要的部分 第一線人只要提 我們要看他提出的計畫申請的用量 如果是合理的範圍 我們一定會 所以你認為司法院提給你的用量是有將近90% 是不合理的嗎 我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看他的計畫 你實際上面他拿到的是有幾% 院長請容我 因為我時間只剩下三分鐘了 我很多都沒有問 另外一個問題除了口罩之外 呼吸器 院長我相信您知道 現在各國都在搶購呼吸器 紐約的市長他最近花了4.25億向大陸買呼吸器 然後其他各個國家也在搶呼吸器 可是我們看一下我們台灣的部分 台灣我們送出去送給捷克25台的呼吸器 可是台灣按照經濟部講 經濟部說我們台灣並沒有呼吸器的產能 然後他講說現在我們也想要做一個呼吸器的國家隊 可是呢 衛福部還沒有給這些相關的廠商核可 是嗎 衛福部 跟委員說明 目前台灣所有做呼吸器的零件廠都有 那只要有一個廠商願意把它整合起來 他提出申請 衛福部已經到目前為止有沒有核可的案例 他只要來申請我們就會快速的給他 有沒有 因為經濟部都已經講了 有沒有到目前為止有沒有核可的案例 我們目前衛福部還沒有接到他們過來 還沒有 是吧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可能拜託一下 因為我相信這個不是只有經濟部的問題 這個牽涉到將來 我再跟兩位報告一下 你如果看最近的訊息 你會看到義大利缺呼吸器到什麼樣的程度 他因為沒有呼吸器 所以呢 他要用那個呼吸的管子 用分岔 用分岔的讓一台呼吸器呢 是可以支援多個人的 好 我們下一個問題呢 是因為最近我們看到就是說 美國CDC啊 他把這個奎寧啊 他把它移除在他認為是這個防疫的這個用藥 可是我們今天剛好台灣的新聞呢 也講到的就是說 我們準備了1500顆的奎寧 準備是給國內的需求用 所以碰到在我們做這個需求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美國CDC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想請問這個計畫是不是有修正 然後還有呢 這個我們政府採購的這個預算啊 這個1500萬顆的奎寧的採購的預算 還有它的來源是從哪裡來的 跟委員說明 所有專家會議會對於治療病人的指引 那目前是有放這個Hydroxychloroquine 有沒有修正 有沒有修正 次長 目前還沒有 因為某個程度 所以還是按照原來的進行 原來還在做 好 那個次長 我要特別拜託你 讓我問一下問題 因為時間快到了 好 那個對於預算的部分 能不能拜託用書面給我 好 謝謝 那我下一個要請教就是醫療設施的院長 那個為什麼要麻煩你的原因 因為我發現跟你講比較管用 你知道 我們看到美國的部分呢 你會看到它不管是軍艦也好 或是在中央公園外面 它都設置了這個醫護站 它是準備就是有這些的人員的時候 醫院的不夠病房的時候 它可以在這些地方設置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國內目前對於這些荒廢的廠房 或者文子館 我們有沒有去做這樣的規劃 然後我們現在的醫療人員 不是講說上次有大批的人員不願意擔任 那醫療人員的補足 我們現在有沒有在做 其實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場館 這些場館我們都有做準備 甚至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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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委員 接下來請 葉玉蘭委員質詢 尋找時間15分鐘 有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 請問您家裡有沒有請過外籍移工 沒有 沒有 我媽媽在高齡的時候身體非常的虛弱 都是靠我太太 我們有請看護來看護她 她是我們國人 是是 不管有沒有 但院長我們知道 總統在2016年就講過 勞工是民進黨心中最軟的一塊 去年她又說了 勞工不能加班少了收入 是她心中的痛 所以我們說 其實蔡總統是很關心勞工的 您同意嗎 同意 那您也很care勞工 很關心勞工 當然 是 院長 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您所關心的勞工之中 有沒有包含外籍移工 有 非常好 院長您在上任一年多以來 帶動新風潮 全民都知道您說過 有政府 請放心 請放心 請安心 但是這個安心 我想要請教的是 只讓住在台灣的所有人都安心 不管哪一國 還是只有我國的國民才安心 應該是前者 是前者 對 因為 就像我們剛剛 李貴銘委員也提到 您一直都是我們台灣最傑出的人權律師 所以不管是移工還是國人 院長一定會讓每一個人都很安心 但是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在這次疫情發生之中 我們在確診的第32例是 失聯移工 在3月19日我們跟發生有一個發燒的失聯移工 我們把他送檢的時候他居然逃跑了 院長還記得嗎 是 我們來看看這五年的數據 你會發現台灣的失聯移工人數一直都很多 其實 其實他們的佔比都超過一半以上 到去到就是在上個月 失聯移工有49334名 其中看護工有27278名 都超過一半以上 院長您知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逃跑 理由各有不同 是 那主要的理由呢 多種理由 多種理由 是不是跟我們勞動政策有關呢 老實說台灣對於外籍移工 在全世界比起來算是很好的 但我們也研究了這方面 前天我才找包括勞動部 包括內政部相關部會來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總統也特別非常重視這個數字 跟應該面對問題來處理 對 這個院長 其實我們在這個議題之中 我們常談到紓困 紓困不但需要錢 我們在經濟上的紓困 其實很多人都提到需要法令的紓困 因為我們在台灣 大概這是根據這個立新基金會的調查 去年的調查 他說大概有84%的家室類的移工 他們連假日都沒有辦法 有輪替照顧的機會 那請問院長您知不知道在長照政策中 聘請外籍看護工的家庭 能夠使用 為了讓我們的家庭看護工有這樣一個休閒機會 但是因為我們 就是依照衛福部的這邊商討的結果 目前是有以這個比較重度的 還有那個中低收入的這個部分 可以來申請傳息 市長有補充嗎 社會上很多反應說 因為他在照顧的過程中 其實這些看護工也需要傳息 所以我們有開放這部分 是 因為其實從院長 在上一次當院長開始 其實我們對於移工的人權 我們都開始在改善 改進很多 那我們在2018年12月開始 我們開始可以讓擴大 就是我們長照的這些 外籍看護工的長照家庭 也可以使用傳息服務 可是我們的標準 我們的申請的標準定得很高 各位可以看到我準備的 它是照顧失能者的程度要7到8級 而且要獨居 主要的照顧者是70歲以上 院長您覺得這樣的條件 是不是過度嚴苛 我們的移工和雇主真的能夠喘息嗎 我是一直覺得 那時候老實說 我們家本來我媽媽 那時候要請外籍移工 那個介紹說還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巴士亮表 要幫我們做假 第二個說不能給他手機 第三不能給他休息 他會去跟他的同鄉聯絡會跑掉 等等我們家一聽 算了算了我們不做這個事 我是認為外籍移工也是人 尤其是來照顧 我們的長輩 或者沒有辦法治理的人 無論如何應該給他 也是一樣休息的時間 我是認為台灣人也都會要求這樣 所以你看我們如果有媒體報導 哪一個雇主欺負 或者不和人道 對移工或者看護過分的話 其實變成全社會都會譴責 所謂譴責 所以這個有很著名的例子 我們不再講誰 有很著名的企業家 太太有什麼發生這種事 幾乎自己就錯掉了 所以我是認為 政府政策這一方面 應該要合理性的調整 對於這些長照的家庭 的移工喘息 各方面我們要合理化 否則像剛剛院長自己 以身來說法的話 就知道這個有很多規定 是不太合理的對不對 我講一個實際 如果不是壞命人 又不早 把自己國家自己家庭 他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也是放著 來到我們這 賺這個健康錢 電腦來照顧我們的四大人 或是照顧我們的親人 所以我是認為 台灣要作為一個文明國家 應該往這方面提升 相關辦法 應該要往合理性修改 院長 我真的非常尊敬您剛剛這一段的說法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長照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已經進入高齡化 我們長照的整個照顧人 人力是非常缺乏的 我這上面所舉出來的這些缺額 其實是衛福部所做的一個研究 所以我們到現在人力短缺是8000人 其實很多都是要靠外勞 像剛才院長你說的 人家也是拍命人 飄洋過海到台灣來 幫我們分擔了很多 我們做人子女的一些責任 但是我們又看到了 看到剛剛我有提到 包括現在私聯的移工就有 兩萬七千兩百三七十八個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私聯移工的這個數據一直居高不下 這是代表著另外一個市場的需求 看護工目前的如果現階段的條件我們不改善 他們就走嘛 走去比較好的地方去 然後雇主 其實我也要替雇主來講話 雇主也很可憐 也是沒有合法的管道可以聘雇 立即補充的移工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缺工的問題 不是只有我們剛剛在講的家庭而已 剛剛湯慧珍委員也提到了這個外籍移工的問題 我們昨天就是這個三天前的新聞 說第三第三行下我們重大建設缺工 所以勞動部要趕快修法 希望這個營造工不要受合配比例的限制 不只是這些營造建設 國家重大建設缺工 所有的產業同樣是大缺工 我們目前這個數據 我們有26萬個家庭 就是靠著這些社福類的移工進來 合法引進的 可是農林漁木業 我每一年的夏天 我都看到林明珍縣長 南投縣林明珍縣長 每一黨都出來說 我們那個採茶的啦 我們的農業的移工 拜託政府一定要更坦性更開放 所以雖然現在我們看起來 已經有72萬名合法引進的移工 但是從失聯移工這個人數居高不下降 看來我們的產業還是缺工缺得很嚴重 但是因為我作為一個 以前是一個警政學者 我也研究過 我們看到新加坡在保障外籍移工的時候 他們是這樣做 他們是幫 他們的雇主會幫外籍幫 投保醫療保險跟意外險 所以他的工作許可證 他的效期大概是兩年啦 但是你只要合法 只要守法 那個雇主就可以不斷的在幫你更新 一直延長 那所以我們在談的時候 不只是看護工的問題 需要法規紓困 產業也需要 因為只有好的勞動政策 才能夠沒有缺工的煩惱 我不知道 院長是不是同意我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我們應該適度的 就不要再抱殘首缺啦 因為我們過去1989年 我們開始引進外勞的時候 我們說的我們那個叫做 我們叫做補充性勞力嘛 但是現在是替代性勞力 有很多是已經很 而且是不可替代性的勞力 所以我們能不能啊 在增加這個政策的誘因上面 勞動政策的誘因上面 給合法的勞工外勞 讓他們有合法的誘因呢 守法的誘因呢 委員你很認真 這一些你整理得很好 我們前天在會議上 我已經做的結論 就是要求相關部會務實的 我們現在確實哪一些工程啊等等 事實上是缺工 以至於沒有人要來投票 或者工程做不下去等等 我請相關部會包括勞動部等 就相關這一方面 反正正是什麼對症下藥 然後應該修改就來修改 應該改善辦法就來改善辦法 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我前天主持的會議上 結論已經這樣要來做了 非常感謝院長 我們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其實我也長期參加很多這個 其實就是院長您創辦的人口販運協調 匯報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想要跟國際接軌 因為從1999年開始 國際勞工組織 他們就提出一個叫尊嚴勞動 這個主張 他們希望各國政府都能夠強化去對於 弱勢勞工的保護 所以我們其實在10年前 勞動部那個時候勞委會就已經 抄擬了家事勞工保障法 那時候我還在政府有一點堅持 所以我常常要代表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到國際間去告訴人家說我們是有心要改善 請問這套這個家事勞工保障法已經10年了 好像還是數之高格是不是 方法委員 其實我想不管是家事勞工或產業勞工 我們都應該要來保護他們 這個家事勞工保障法 其實牽涉很廣 因為您也知道 您對這方面也非常深入地在研究 其實我們的家事勞工 他的雇主跟我們的產業外勞的雇主是不一樣的 產業外勞的雇主是有生產能力 有這個產業的那個 他有這個訂單或什麼 有企業的營運的這個收入 但是我們家事勞工 他們都是一般的 而且請家事外勞很多 都是這些比較中低收入的 因為家裡長輩的需要 所以你家事勞工的保障 其實第一個牽涉到 大家都是說是不是要適用勞機法 那這個會 我們是認同這樣的方向一定要保障 但是很多還是要社會的溝通跟共識 謝謝因為時間快到了 我要趕快把它講完了 因為我覺得剛剛院長其實做了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我們一定要有好的 要調整成為好的勞動政策 可以降低失聯勞工 其實我更關心的是我們現在這家事勞工 雖然剛剛這個部長說那個產業類的 他們有生產的能量 可是家事類的勞工跟台灣的26萬個家庭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很可悲的是 我們如果去Google一下說 哇那個這個外籍移工逃跑 家庭很辛苦的時候 你就看到有185萬 很可憐 謝謝 謝謝葉委員 接下來請林常佐委員質詢 請巡討時間十五分鐘 請巡討時間十五分鐘 巡討時間十五分鐘 蘇民長,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這個婚姻品館的事情 當然,上台生日是要的慶庭去年,真正的議長也很有短短的 可以說我們行政和立法部門,我們作為推薦給臺灣 加做我們亞洲第一位婚姻品館的國家 我覺得這是我們祝大家所有的臺灣人 共享和驕傲的事情 不過,接下來有一些行政、配套的一些措施 其實我們當分的家庭去遇到都有來討論 譬如說之前有這個病院新生日定期的問題 因為過去這個系統的設計,是說鄉親就要一欄一路 你才可以定期電腦的系統 所以說當分的家庭這個鄉親、鄉親要去打他們的資料去的時候 所以沒辦法打進去 我有聽說為何保佈這個進展有太多辦法 要去條街這個事情,要有一個過度的措施 但是接下來,這些當分的家庭就開始反映說 其實有很多這些電腦的系統的問題 包括這個申請生育 這個特幼的補助 還有這個浴日的頂貼 還有三月,還有年中的時候要繳稅 過半年的時候,這些孩子 要去申請報道 要討論的時候 都有很多這些事情 這些家庭、這些家庭、這些孩子 要去派他們的資料去 這些系統不知道說有準備好嗎 另外不是還來的 其實在國外的這個祝福代表處 他們也有很多配套 要是說他們這個網站都要不放心 譬如說 我們這個在澳洲的這個代表處的網站 他介紹說來台灣 已經申請股料款的這個方法裡面 他的優吻還還要判定 是一南一路的這個婚姻關係 他就沒去嚇到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我們現在成為阿州第一個婚姻賓館的這個國家 但是我們很多的形成的措施 沒有這個...沒有配套 這些沒有堆起來 所以說 是不是可以請委員長整個一個 側口 要是說 政府委員 要是說是這個委博部 來去協調 這個每一個部位 可能 可能有這些系統的問題 這些家庭 可能要定義什麼會 這些系統有都糾纏了嗎 這個部位可以請委員長 來 給我們這個答案嗎 感謝委員的關心 任何人有管理追求 他的幸福 所以 在當時分音 這個事情 雖然當初 推薦的時候 台灣社會 面對新的情形 也有很多人 感到 擔心 甚至不能接受 但是很感謝 我們整個社會 在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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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社會 在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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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和平 在這很可以接受新的情形 到目前 今年三月 為止 全台灣已經有 三千 五百五十三隊 來做 當成分音的 定紀錄 你也覺得 我們社會 也不變 也不亂 也不亂 爸爸媽媽 也叫爸爸媽媽 其實 很多地方 甚至可以接受 但是 有的可能 幾十年 他的標誌 是這樣 就這樣 他的組織是這樣 所以 這方面 如果沒有 我 再來 要求 我 政府委員 拜託 劉平成 劉政務委員 接受 相關部 攀雜 看看 看對 還不夠 那委員 你很關心 所以委員 如果接受到 任何意見 還是 委員 發見到 什麼地方 我們做了還不夠 你就只夠 剛才可以 趕快去改 這樣 很好的 其實在這裡 說笑 我自己的朋友 有也是 過年 通過之後 結婚的 之後 今年也離婚 我就放心 我想說 要不然很煩惱 他們好像 我們異性的家庭 有離婚的 同性的 都很完美 好像 異性的 比較有問題 其實都一樣 每一個家庭 都一樣 會遇到的問題 會遇到的困難 會遇到的困難 那是說會幸福 其實都一樣 愛情 那是說會遇到的問題 都是一樣 所以說 剛才我有朋友 他去離婚 我說 你這樣說 我電腦是比較放心 因為這個 離婚禮 異性的家庭 離婚禮 到現在是比同性 更高 所以我看 都一樣 不一樣 真的 真的 我們台灣有一句 說一揚米 似百合 人 總算 不一樣 也不一樣 所以 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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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這樣 我們要做 不可以說 我這樣 都要照我 我們台灣社會 現在 已經有進步到這裡 是 再接下來 我們已經討論 老婆年金的事情 老婆年金 因為我們過去 上一次 我們討論 舊的年金的改革 已經過了 已經完成 接下來老婆的年金 其實一定是更難到 因為老公的 人數比較多 尤其現在 老婆的年金的寄付 其實已經就是比較低了 我們現在還要想辦法 要去調整財務的 穩定 要交給比較低 這其實是比較困難 所以說 我知道 這整個老婆的年金 但是也不能不改革 所以說 這其實是比 公共搞得到 但是 我們不能為到 要改善 這個 財政的問題 要促進財政的穩定 還不記得年金的目的 所以說 對議長來說 不知道你認為說 我們這個 要有 這個 這個 這個年金的原因 對你來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就知道 老公朋友 實在說 對國家 經濟 進步 公演很大 蔡總統一載 說 這個老公朋友 要特別照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民進黨政府 在三選時 說政府 對 對 兩天 年金 一定 付罪後 去付負責任 意思是 廟棟 政府 一定 把國庫調 就行 你看 今年二月十一 也 歷史性 第一次 我們政府 付200億 因為這個基金 給他 這 過去 200億 歷史性 第一次 相關 這問題 我現在部長 幫你報告 沒關係 我從來 是要針對進政 這個 這個 行政醫道 有提過的 這個 這個 年金的改革方案 來討論一下 因為我現在為年金 我們要有一個 這個年金的制度 最重要 當然是為了說 要維持 我們每一個人民 年老後 他的尊嚴的生活 所以說 要維持 尊嚴的生活 當然說 他的 過期的維持 財政的穩定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現在大部分 在討論 這個年金的改革的時候 都在說 要怎麼維持 這個財政的部分 但是比較沒有去講到 化解 這個年老散賊的問題 因為他本來的薪水比較高 他年老後 他拿 這個 他過期的 這個 所謂的維持 當然就可以 還有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但是他過期就是 這個收益比較低的人 他年老後 又拿 過期 又比較低的 這個只有一半而已 這些年金 他還想 這種 要維持 他有尊嚴的生活 其實是比較困難 所以說 我是認為說 因為行政醫前 有拿一個案 比較沒有去 我剛才說 我們這個維持 所謂的很重要 但是另外一方便 為什麼維持 那種最艱苦的人 有尊嚴的生活 讓他不要散賊 這個部分 比較沒有去講到 不知道說可以 這次的年金改革 我們的頒本 可以由這個部分 來考慮一下 所以議長還是部長 來講都可以 感謝委員 感謝委員 我相信 委員 對這個 我們 勞工 怎麼樣維持 這個 以年老的尊嚴生活 其實跟我們勞動部 我看 方向是一直 當然 我們現在 勞部 最重要是 財務的問題 我們現在 要改善財務 也是要說 怎麼讓我們 勞部 可以永續 我們這個 勞工 打拚到你老的 時候 這個 晚年的生活 不用有這個 憂慮 當然 剛剛 委員說 對這個 收入比較低的 這個勞工 我相信 我們的政府是 弱勢優先 所以我們在未來 這個 年改 會重心 做一些檢討 多方面 來 從各個面向 來做討論 看要怎麼改革 讓這個制度 可以 永遠 也可以說 照顧到我們 政府改善的勞工 尤其是我們 比較欲勞的勞工 我們可以 改善補充 當然是 我們也說 羅東部 還有行政院 可以去研究 譬如說 最多的勞工 可以 讓這 最困難的勞工 在年老的時候 有一個 最多的勞工 有的 民間 其實這也不會 造成 我們整個財務 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這些人其實是 悠閒 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沒有說 散車的問題 以外 其實 進行這個方案 裡面 現在有在檢討 我也順便要來講一下 就是說 方案裡面有一個是 牛頓賓金 外島保新租 計算的基幹 就是說 為最高的 薪水最高的 六十個月 牛頓到一百八十個月 這對收集比較高的人 當然 比較沒有影響 因為收集比較高的人 他收集就超過 外島保新租的 天花蛋 所以說 你從六十個月 牛頓到一百八十個月 其實就不差 對那種收集很穩定的人 也不差 他六十個月到一百八十個月 差別是很少的 但是對那種 有一種人影響最大 就是那種不穩定的 非典型的工 真正 派輕工 等等 這種人 你從最高的六十個月 跟牛頓到一百八十個月 的時候 這平均下來 他的貸金的經驗就差很多 所以說 我要說的是說 我們在改革的過程中 所有的人一定都有影響 但是如果這種人 在這個措施裡面 這些人 平常就是 不穩定的收集 改革之後 這些人 受到的影響 更多的 我是認為這個部分 也是要檢討一下 我們看要怎樣 可以來調整 不要說這改革之後 大家都受到影響 但是受到最大的影響 是這種不穩定的人 我覺得這應該是不是 可以說 我們這個 新的 國會就是新的這個 會期 新的這個一次 可以說 行政的檢討之後 可以把這些部分 都做回來 輸扣一下 委員是這樣 我們就知道 保險的目的 就是要補強 這個 行業 就是勒工 這個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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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制度的設計 就要設計 它可以 應援 應救 準確 設計 一時的 百元會 這 不久 這不是政府 第三 就是要公平 所以 就是 我們 安專員工 我欠多少 領多少 所以我做多少 領多少 這個 不能說 不一樣的 都一樣 所以 這三點 政府會 依這三點 完全來設計 這 將來一定是 歸於通過 歸於 來自國民 可能委員 也很有影響力 到時候 看怎麼 讓他可以 更綁閉 讓他可以 下這三點 國家 可以進步 社會可以安定 六更可以保障 是 我想 最艱苦的路程 他也不是說他沒有打拼 所以我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這裡最艱苦的這領 還有包括他的收集 比較不穩定 他不要說是 他受到最大的影響 這樣就好 整個財務的穩定 不要說 一時 好像說大家都這樣 好像這個 在野錢 讓大家都總有 當然我們也不願望是這樣 但是 新的版本 就是我們願望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 稍微檢討 最後一個問題 也是我前幾年 就有問過 就是說 我們最激行主法的 這個立法 不知道這個 勞動部當時 有可能會 可以送一次立法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 最低工資法 已經是 三個禮拜 在行政院 來深授 因為這個 這個法 因為是 牽涉到 我們所有的工 因為是基本工資 這個部分 所以他也很深重 在處理 所以我也 應該 適當的時間 我相信 行政院這裡通過 就會送過來 我在這裡 當然也要肯定 我們政府過去這幾年 其實 上級工資 都一直有在挑選 對老工的照顧 都在關心 但是 為什麼一直在 對 對幾年到幾年 一直在問 上級工資法 因為 雖然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 基本工資 心儀的 會議 跟老工 跟 做老闆的人 找來 大家做回來討論 但是 這經常都變作 在法界 你畫這樣 我畫這樣 大家找一個 平均的所持 一些標準 不一定 不一定 就有辦法找到一個 共識 想要 例如說 你畫外觀 我覺得不夠 在外面插 這就不意思 我覺得說 如果立法之後 我們可以很清楚 譬如說 無價 經濟 生長率 生產率 平均新租 這些基標 都出來 大家幾個基標 是 有這個 這個股肅性 這就是一定要下 這個 我們這個 法律 大概幾個基標 是 參考 這確定清楚之後 大家來開會 大家來參加 上級工資 的時候 就繼續有一個環境 所以我願望說 當然我們繼續 讓老闆有照顧 但是 跟法制法 也很重要 是 其實我們這兩年 基本工資的討論 都是有參科 社經指標 都是有參科 社經指標 已經已經執行完畢 謝謝蘇院長及相關部會所長 列席答詢 4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9時 繼續開會 繼續進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組織 執行 另外 請各黨團幹部於4月13號 星期一 下午 二時三十分 至異常三樓進行 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 特別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之協商 現在 休息